一起來帶您關注今天的國會焦點 那麼今天國會的焦點都放在了 這大陸級的漁船翻覆事件 那麼今天內政委員會招委高金素媒 也要求了包括了海委會的主委管閉林 以及跟這些民進黨籍的立委來做協商 而其實我們帶您來看到的是 這一次會引發了爭議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這一回立委高金素媒他作為招委 那麼他們就是認為 這一次是大陸級漁船翻覆事件 希望海巡署來做說明 但是就是這個報告的名稱引發了爭議 因為這管閉林就在臉書上直接改作 這2月14號的取締大陸快艇事件 那麼引發了許多爭議 那麼國民黨的立委也認為 這樣子的改法是對焦偉相當不尊重的 不過就在今天立委高金素媒 又拿出了這一個管閉林跟他的簡訊 那麼就是這一張我們帶您來看到的是 他說這個管閉林有針對改名這件事情 引發軒然大波 那麼傳簡訊來跟他做道歉 那麼他就說了道歉之餘呢 他說他接受了 只不過他不懂為什麼 管閉林還要在後續提到說 我之後會對原住民的海巡人員提拔 會更加著重 懷疑說你現在是不是拿利益來跟我交換 那麼也引發了許多的軒然大波 那麼今天海委會主委管閉林 也做出了最新回應 我們一起來聽看管閉林他怎麼說 這有傳簡訊給高金嗎 一定的 我跟高金委員報告說我對外已經表示 我有失禮的地方 但是我不能夠讓海巡失禮場 我告訴高金委員說 我對外做了這樣的說明 上其量查 高金委員也接受上其量查 那是邏輯不同 因為已經接受了何必再交換 我想不要把他做惡解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一定會這樣做 高金委員也一定會支持 對不起 在幹嘛提到拔酒 慢慢來 慢慢來 可以聽到管閉林是強調了 絕對沒有拿原名的身兼 來交換專案報告改名這件事情 不過這件事情 也被國安排 國民黨團認為 是不是他就是要來做利益交換 而高金素媒也在臉書發表了 認為這實在是相當的不合理 希望他能夠來說明 而稍待一會 在內政委員會也即將展開質詢 相信許多的藍綠委員 都會針對這一次大陸籍漁傳的 翻覆事件來做更多的說明 稍待一會再帶您回到國會現場